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 好震撼 什么叫做众生共业呢 当时也是一滴半戒 众生救命 还是放在我的心灵 再来 因缘慢慢记着记着 我对着人生呢 那种的富贵映画 感觉起来 好像富分一样 知道 这是无双的 既然是无双的 欧宾的 为着无双的情啊 爱啊 跟一个人索得在一个家庭里 同样 男女平等 为什么一个女人啊 只像是为那家庭哪 为着家庭的款 有款就是幸福 那怎么会犯到他这儿小的妈 其实 管人妈 管人妈 众生有难的时候 就是在叫管人妈 妈祖父 同样啊 男男男女女都在在叫妈祖父啊 管人妈妈祖父呢 管人妈祖父呢 那不是众生呢 所需要的 他也是显如人心啊 是怎么像围着一个家庭 管那家庭哪 这样就没做了呢 感觉起来 应该爱立志 普天下的众生 我们都可以用妈妈心来爱啊 可是用一个家庭苦促掉呢 那妈 能爱多少吗 所以应该呢 我所了解的佛教 在我自己想 对两方参也这样过来 还在那儿也是我 他过来寿司 做论议 台客制度 论议 我都在那儿在讨论 但是呢 那个生活的方式 我不能接受 对 出家人还是要怎么办呢 如果我没有人来救 保护我看的 一本经扎的 留阴帝的 木乙庆 就起了 从什么的 最靠北京 当时人们都叫去最靠北京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呢 人家如果有什么 做佛事啊 要来小宅啊 来什么 安泰水啊 来什么 反正有家的 我在那个地方 这样 感觉就说 这不是佛法耶 我就会跟他聊天嘛 所以他也说 我的理想也不是这样 有没有